碗里打入两个鸡蛋 哎哟 居然有个双黄的 用筷子把鸡蛋打散 加入盐 略微搅拌几下 倒入60度左右的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均匀 半块内置豆腐切厚片放在碗里 之前打好的蛋液倒进去 把表面的浮沫捞出去 水开了 表面盖上一个盘子 放在锅里面大火蒸11分钟 蒸蛋羹的同时我们来做卤 锅里油热 加入肉丁炒至变色 加入香菇丁炒到变软 加入生抽 炒均匀后加入蚝油 再次炒均匀后加入水 喜欢颜色深一点的话可以再加点老抽 煮两分钟左右加入提前用水化开的玉米淀粉 边加边搅拌 再次烧开 关火 盖着盘子生出来的蛋羹表面特别光滑 把炒好的卤子浇在上面 挖一手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我敢保证没有人会不喜欢吃热口